多谢收听 我是阅读诗人黎传辉 希望你可以开心聆听 用心思考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可以免费订阅 方便有新的内容 即时通知 第一部分 为什么要读 为什么要读 向规则挑战给你听呢 因为这个历史故事 很有启发性 想用来鼓励一下 罢工的医护界 第二部分 读给你听 在西元前333年的冬天 马其顿的将军 阿历山大 和他的军队 想注册在亚洲一个名叫 高地恩的城里面 在那个城里面 有一个流行的传说 谁能够解开弗里基亚王的一个神秘 而且复杂的结 谁能够当上亚洲的王 这个传说 就引起了阿历山大的兴趣 他要人带他去看一下这个结 以求解开之道 但是研究了一轮 他连个神秘的头都找不到 怎样可以打开这个结呢 他自己问自己 他想了一个主意 我必须自己制定解决的规则 他拿出自己的建立 将这个结 扔开两边 亚洲注定就是他的了 哥伯尼打破了地球 是宇宙中心的规则 拿破仑打破了传统大兵的规则 贝多芬打破了交响恶 应该怎么编曲的规则 试想下 几乎所有的艺术 科学 科技 商业 行销 烹饪 医药 农业 和设计等等的进步 都是因为打破规则 寻求新的方式的结果 第三部分 反思分享 不加索 这样说 建设之前 必先破坏 破坏官僚 而封闭的旧思维和做法 香港才有新的明天 阅读诗人这一辑 向规则挑战到此为止 要多谢医护界为香港争取封关的付出 我是阅读诗人黎传辉 祝你阅读快乐 思想向上 愿神祝福你